你一个地址家庭地址身份证号码都是每个公民的隐私 你明白吗 我也提醒你 你要注意你自己的隐私 这些东西也不能轻易泄露 懂不懂 我好像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任何一条 由国家一级国务院一级和省一级 常常是一级出来的行政命令 说坐地铁必须登记公民的私人信息 我没有看见你刚才拿的是文件 行政命令才是有效手段 有效的 你知道吗 这些法律常识你要搞清楚 你现在让我签字 你现在让我签字 就是这些变相的歧视 歧视怎么 歧视没打疫苗的人 您可以进行投诉 对不对 我们接受您的投诉 接受您的监督 您可以完完全全进行投诉 现在现在进行现场 进行现场投诉 我们全部接受 但是在这个投诉 你们现在都是血警 对不对 都是血警 对不对 你们上一级的 你们上一级的 正式的警察 有没有来处理 处理这个事 对不对 当然我在他那里投诉也是无效的 今天 尽管今天我不是跟你产生的纠纷 我是跟这个地铁弹 产生的纠纷 您现场投诉 投诉他们也可以 投诉我们也可以 我不存在投诉 你们非常文明 你们是在文明执法 你们也相当有数字 但是这个字 我刚才再三说了 我不会签 我们没有说您可以不签之前 但我没有得到允许之前 请您配合相关的防疫条例和措施 防疫条例是什么 你现在我有权知道细则 这里的文件已经给你 文件产生法律效率吗 你告诉我你直接回答 文件产生法律效率吗 一个国家产生法律效率的是什么 宪法 刑法商法是宪法底下的执法 对不对 在法律下来就是 由人大或者是政府以及集团 您愿意找的那一方 实施的条 通过实施的条例条例 由您认可的第三方来判断我们 以及正方的行为 什么 您现场进行投诉 然后由 我向谁投诉你告诉我 市长热线 市长热线 对 市长热线 对吧 我说投诉他们 违背了国务院的精神 违背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务院下属的 下属的 卫健委 卫健委 我不会登记 那您就请您先进行投诉 我先要投诉 可以 投诉结果出来 判定裁判结果出来之前 我是不会签字 对不对 可以 但是您今天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设划 我们也不能够允许您通过进行这个定铁的重做 我现在就打电话 好吧 那么习主席上台十八大以后 一再强调的是依法治国 他没有说是依文件治国 你能考上警察 起码的法律常识是应该有的 法律大还是文件大 政府条例条例大还是文件大 文件只是你们作为一个机关办公的公文 他无权约束 普通公民 你明白吗 你的法律要补课 我的法律也要补课 可能我没有学到最新的法律条文 他是不是习主席是改变了 依法治国变成依文件治国 你刚才跟我说了 让我打12345 12345我也打了 大概的通话内容 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到 但是你就在旁边 你听没听到不重要 重要是我按照你的指示去做了 打了12315 你大概的意思也听得到 你也听到了 现在很多市民在打12345 反映这个问题 反映地铁这个机构 变相的变相的 要求没有打疫苗的 登记私人隐私问题 隐私信息 很多很多老百姓在打这个电话 长沙44一级的领导机关也非常重视 老百姓普通公民的这种反馈 正在着力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么一旦着力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你现在拿文件阻止我 你拿一个普通文件 一个一纸文件 来阻止我一个公民 正常的公交出行的权益 你现在就涉嫌违法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穿着这身衣服 你是执法犯法 听话 感谢观看